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正常發揮頻道召集義勇軍 一起加入 時常發揮的支持力量 正常發揮的最佳觀眾 如常發揮的忠實粉絲 超常發揮的鐵桿盟友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一起召集親吻好友加入 成為正常發揮各級堅強的鐵桿盟友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 不會被消失 美國現在對於所謂的制裁 剛剛老實講的太好了 第一個合法性 有沒有合法我不知道啦 有沒有合法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個可能有太多國際法上的考量 第二個有效性 各位觀眾朋友 你看了整個戰爭 看了一個多月一個半月了 你覺得有效性如何 第三個我非常認同 倒霉的一定是全世界 各位請記得 我不是說俄羅斯 不是說烏克蘭 我說的是全世界的人民 怎麼說我們先來看 責倫斯基對於俄羅斯的制裁依舊非常非常的在意 他始終認為就是你們歐洲這些可惡的人 你們不肯禁止俄羅斯的油氣 甚至煤炭 甚至潰化子油 甚至糧食 鑽石 你們死命進口死命的依賴 導致俄羅斯還在拿錢 賺錢來打我烏克蘭 所以澤倫斯基說 任何針對俄國的新制裁 如果不能影響俄國石油的輸出 俄方只會微笑以對 換句話說 澤倫斯基告訴大家 俄羅斯最怕的就是被禁止石油 這澤倫斯基講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歐洲有三分之一的石油來自俄國 確實啦 如果禁了 那是不是三分之一的收入沒了 印度就一直買 繼續買 繼續爽買 可是印度買的真的很少 歐洲禁的才是真正的大宗 所以真的要禁石油嗎 天然氣之後石油也要全面斷絕嗎 來 布林肯告訴歐洲 國外說你們不用擔心 勇敢的禁 石油給它禁下去 天然氣禁下去 為什麼 因為美國會幫助你們 我大美國幫助你們歐洲 來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好別的我不提 天然氣我不講了 你的LNG 你的液化天然氣 根本原水救不了淨火 那石油 美國真能救歐洲嗎 美國能救全世界嗎 各位千萬別忘了 美國是石油產量最大的國家 美國全世界五大油田 有三個還兩個在美國德州 美國的石油產量是非常豐富的 只是它沒有權力開採而已 好來我們來看 真的能幫忙嗎 現在有這個美國的政界人士說 如果我們把德州 我剛講美國德州的石油產量拉高 那我們就不用依賴進口了 甚至我們可能還能幫助別人不是嗎 這是個好方法喔 但沒想到在美國石油業內的人士就說 不好意思辦不到 為什麼 加快生產需要更多勞工 材料資金 我們現在面臨疫情造成的勞力短缺 還有供應鏈的問題 還叫我們增產 根本不可能 探勘公司這個執行長也說了 目前很難找到輸油管道 沙子 鑽機勾人 卡車司機 我沒有人啊 我沒有錢啊 我沒有機具啊 請問我要如何增加石油產量 短短的五年之間 根本賣不到 根本辦不到 那我想請問布林肯 你要怎麼幫助歐洲脫離 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天然氣人家根本緩不濟急 你也沒那麼多量 石油你能產 你有量 可是你交不出來 你也未必肯交出來 那天然氣石油兩個最重要的 美國你要幫人家什麼 你話都講得很好聽啊 不用怕 賓哥上揍他 我幫你一起 結果你上我在旁邊看 現在不也一樣嗎 不用怕 進他的石油我幫你 結果你的德州最大的 全世界第二大的油田說 拍誰沒辦法 無法增加可能還要下滑 那你要幫人家什麼 更可笑的是各位 如果美國真能幫全世界 那他 幹嘛一直去買俄羅斯的石油 別忘了 上個禮拜我們告訴你 美國短短一週 買俄羅斯的石油 增加了43% 43啊 美國對俄羅斯的石油禁令在4月21號開始生效 所以4月21號以前美國自己拼命買啊 拼命買拼命買啊 那你自己如果有本事 自給自足 你還要去買嗎 那你都還要去買了 你怎麼幫助歐洲脫離呢 那簡直可笑 不是嗎 各位 我同意回文哥說的 我沒有仇美 這美國你不覺得你太可笑了嗎 你要幫助拖什麼啦 拖拖拖拖拖什麼拖啦 怎麼脫離嘛 你告訴我嘛 那當然不只美國產 來 馬克宏 難道不也是因為國內經濟嗎 消資 德國出現 挺二車隊跟反二車隊的大遊行 大家互相嗆聲 互相示威啊 那一部分的壓力 都是因為經濟問題啊 英國西班牙義大利 連油都葵花油都買不到啦 鹿杯小吃攤都收起來 都沒得做啦 搶身都要被倒閣啦 搞不好馬克宏連任都有問題啊 現在網友還說別在馬克宏了 不要說馬克宏 甚至還有詞典告訴我們說 這個馬克宏的意思就是說 一直一個人表面上很關心 但實際上的作為 卻不會帶來任何實際幫助的行為 每日一字 巴黎人報報道 他說Telegram上的烏克蘭網友 幫馬克宏這個名字 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詞彙 還給了他翻譯啊 是不是導致馬克宏 現在跟雷鵬的差距 其實第一輪 儘管還有將近5%的差距 可是現在兩人支持度是51對49 那如果說真的馬克宏出事 現在還有人在擔心說呢 這個如果法國大選 美國很擔心馬克宏會輸啊 馬克宏如果輸了對不起 那北約是不是要瓦解了呢 好帶你看看世界各地 法國有好貴 馬克宏說那你就少加一點吧 英國漲價 來巴基斯坦 下醫院4月9號通過不信任案 罷署了他們的總理 這個新聞也很大 希臘電費暖氣費不斷升高 城市示威罷工 秘魯通膨25年來最高 食品燃料價格上漲 斯里蘭卡物價上漲19% 各位19%你受得了 100塊的東西賣你119 賣你120塊你受得了 亞洲最高 還可能繼續攀升到25% 民眾要求總統下台 西班牙民眾上街示威 抗議糧食電費燃油 其他物價高漲 要求首相下台 英國也是被要求首相倒閣啊 各位這是為什麼 現在因為疫情 後疫情時代 本來大家就很慘了 你在搞一個奧物戰爭 要求這些歐洲國家 不准進俄羅斯的能源 你要他們這些領導人 通通去撞牆還是跳海 那請問是誰搞出來的 你不是說你要來啊 通通都是歐洲國家啊 歐洲南美國家啊 來美國來幫你再解決 可以我不要進 那你也幫我解決 你拿什麼解決呢 你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嘛 明哥 你說像西班牙跟 希臘的大家不要忘記 他們本來就是歐洲五國 所以 所以 你物價一下這麼劇烈的波動 他當然承受不了 他經濟本來就很脆弱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那連法國跟德國 英國都受不了 他們怎麼可能受得了 真的 那更不要說 我跟你講世界上 海藝對比他更窮的國家 你怎麼辦 沒錯 對啊 確實 我跟你講 現在我們只是沒有報導 這些國家而已 那些非洲那一國家 南美洲那一國家 更慘 對啊 真的更慘各位 一定會更慘 真的 我們台灣大家自己都叫了 過個年便當 隨便都漲個10塊20塊 我今天看 各位 我不喝飲料 我只喝一種飲料 叫做黑松沙士 家瘾沙士 靠 二十九要漲到35啊 你知道你看這新聞嗎 有啊 沙士要漲六味 什麼意思 所有這些氣泡飲料 都漲六塊啊 對啊 可樂我不喝還好 我只喝家鹽黑松沙士 漲六塊 什麼意思到底 我老婆為了這個事情 我上個禮拜才去跟她一起 搬了四箱可樂回家 你剛剛不早講 漲了沒啊 讓我現在回家多買一點 可惡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啊 今天大家都要想盡辦法省點錢 那所以如果連 像台灣這種國家 都已經面臨這種狀況 窮的國家一定更難受嘛 這不要講嘛 可是問題是 那些真正的領導世界的國家 還在講幹話 我覺得布林肯 已經可以跟陳時中結拜 真的 因為他講這種廢話 你看 他講的跟陳時中 是不是一模一樣 陳時中說 我們要慢慢步向這樣子 跟病毒共存 然後講了一步好像胸有陳族 所有的計畫全部歸好了 結果這幾天一看 全部都是鬼扯啊 沒有一個東西定案 每個東西要再研究再討論 跟布林肯講的不是一樣嗎 我們會協助你們 擺脫對俄羅斯的需求 怎麼協助再說 他根本無法協助啊 你心想連十一 他就協助不了啊 這是很簡單 那就是在講幹話而已嘛 就這麼簡單嘛 大家都在講幹話 我跟你講 其實我覺得馬克宏 還有點冤 為什麼 因為這一刻啊 北約這些領導人 全部都是馬克宏 每一個都 馬克宏是整個北約都走開 每一個都隨便說說啊 實力上真正有提供多少幫助 也沒有啊 是啊 也是 我跟你講 包括 澤倫斯基自己都是馬克宏啊 你在那邊扯了半天 要斷絕俄羅斯石油輸出 結果你自己還不是 現在還繼續讓他開放 他的管線你也沒關掉啊 他現在一直開著啊 所以呢 你自己不是一樣 是馬克宏 我進來看個新 這蠻久之前的報導 原來這個 南韓啊 也是用 喔 南韓 對 南韓也是用俄羅斯的天然氣 是啊 他有一部分是用啊 有管線通過北韓 還通過北韓 對 然後北韓 二樓南韓不要用 然後北韓還收錢 北韓還收錢 對啊 那個 金正恩我支持你 炸掉那個 書籍管 讓南韓沒有天然氣用 我倒是覺得 這多可笑嘛 責任司機你要不要跟 金小胖視訊一下 看看會有什麼反應 對啊 你叫他不要給南韓那個啊 天然氣啊 這多可笑的一件事情 你自己看 所以這 我就覺得這些家伙都在講幹話 那美國自己面臨的問題 不要說是這些業內人士提出來 因為你想想看嘛 一下子是整個歐洲三分之一的石油 很可怕 你怎麼可能憑工就這樣生出來 你就算現在開始蓋廠 拉管線什麼東西 去找人然後開始生產 最起碼要好幾年以後才可以 還要鑽耶 是 而且鑽還會失敗 不一定成功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什麼 美國為什麼他擁有這麼多油 可是他開採始終維持一個限度 一方面這是他的戰略儲備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 這會造成環境污染 所以他本來也不願意太大規模 去弄這個東西 沒錯確實 那你現在一下硬要去弄出來 你環保問題不用顧啦 然後現在新冠疫情已經連續兩年缺工了 突然間人就會冒出來是不是 對沒錯 這個非常關鍵 根本沒有人嘛 還有一個最基本的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的長榮 為台灣爭光 在蘇伊士銀河一塞 塞住全世界 對 那貨運航運這些東西 這幾年一直遇到一個困擾什麼 貨櫃不夠 對 然後呢 相關的港口運輸量不足 所以大家不斷的大塞車 請問一下 就算你生產跟得上 你怎麼運 對 這個問題我倒沒想到 對啊 我都有 全世界有都準備好 來俄羅斯的 不是德國的在這邊 法國在這邊 根本出不去 沒有船 就算有船他也塞個半死 大家全部大塞車 然後再來 請問一下 這些國家以前都是用俄羅斯 用管線運進來 那你現在要從美洲 直接用貨輪運過去 運這些液化石油漆過去 請問一下 成本不得了 你的儲存設備在哪裡 成本不得了 我們台灣光蓋一個 三接天然氣接收站 大家已經炒了多少年 那你覺得像歐 歐洲這些國家 每一個國家 一個比一個重視環保 你覺得他們要炒多少年 那請問一下這怎麼蓋 那你沒有接收站的話 請問一下 你怎麼往哪擺 這都 我覺得都講笑話 這些人都隨便說說的 所以根本每一個人 都是馬克宏 對 大家都在胡扯 那胡扯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小老百姓倒楣 沒錯 那你真的也幫到 烏克蘭人民了嗎 並沒有 烏克蘭人民還是死的死 傷的傷 被性侵的被性侵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就是你看到 人類的世界這樣 一群幹話王 大家扯了個半天之後 對時局完全沒有任何幫助 該倒楣還是照樣倒楣 那你要去當這個幹話王 我們情願老老實實 想好台灣自己該怎麼辦就好 來 煥哥 我們之前在正常發揮 那時候黃子澤也有來 我們表揚他 那時候在這個 林靜宜跟顏寬恆要補選的時候 林靜宜他不去開會 他是指揮中心的專家 他不去開會 他跑去山地露營 黃子澤連夜把他 哪一天開去開會 結果你跑去露營 一個一個查出來 指責很棒 真的很棒 這非常好 那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文傳會 也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說國民黨文傳會 現在就應該去把蔡總統 就剛剛單身廣體調 我是比較在意這個東西 這個是縮寫 這個IPEF是縮寫 就是印太經濟架構 對 那本來戴琪 他是在參議院的公開的會議 他講說我們還在討論中 你在討論中 那我面子還掛得住 你說我們加入嘛對不對 對 台灣加入嘛 討論中 那個是戴琪講的 結果雷蒙多是在閉門會議講說 我們沒有要邀請台灣 雷蒙多 那這個臉就打了 所以你剛剛講說 印度打點美國 那美國是打點台灣 觀眾朋友 這是美國百分之百主導 你看蔡總統之前的臉書 你看蔡總統作弊 他把萊豬跟美豬混在一起 你連萊豬跟美豬 混不清楚你還當總統 你看這邊寫什麼 我們除了CPTPP 我們更要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你這個答 你好狠啊 混文哥 你還找到了這個 紫德兄 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的溫傳會 不知道幹什麼 你們就要把蔡總統 因為單政王 蔡總統不是講一次 他講很多次 然後他前陣子 不是跟安倍晉三視訊嗎 他也講到了印太架構 印太戰略 你看這個他說印太經濟 蔡總統之前 台灣關係法這個 他說我們要打造永續的印太區域 他從蔡總統這幾年 都是把這個掛在嘴裡 我們要參加 我們要參加 觀眾朋友我們很可憐 我們已經跟美國講說 我們要加一 我們要參加很多次 美國還打臉我們 你不讓我們參加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們參加呢 我不是很理解 你不要讓台灣參加 可是這樣打臉 這樣還不打臉嗎 你不是跟我說堅若磐石 鎮若磐石 你為什麼不讓我們參加 你什麼理由 我們替你做了這麼多 馬前竹的事情 買了你這麼多爛軍火 你們每個美國來 我們都奉為上兵 要嘛就是總統接見 要嘛就副總統什麼晚宴什麼 把你們撲成這樣 結果參加這個也沒幹嘛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每次我們只要講這個 就說你們是疑美論 今天戴琪講的話 雷蒙多講話是我掰的嗎 連我們外交部今天都真的 外交部說我們還在努力中 這不是莫名其妙 他不是進萊豬就可以了嗎 我們萊豬到底換到什麼 我們跟美國的BTA TIFA什麼都沒簽案 我們到底是在幹嘛呢 所以你看之前的裴若磯 說來就來 說不來就不來 確診 確診 早日康復 聽說出來了 搞不好過兩天 已經好了 恭喜 這讓我想到川普 川普那時候也是說 生病好嚴重好嚴重 隔天都出來 好了 出來 選錢 川普選錢 所以這個 鄧川普你看我們之前 講到那個疫苗的時候 神宋它換到的是什麼 南韓的三星 它換到的是疫苗的代工 現在是亞洲的疫苗中心 人家的處理是這樣 我用我的半導體 跟你換的是你讓我代工 那我們台積電 比神宋還高一階 我們換到什麼 蔡總統我們的電話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這英太盡教 你不讓我們參加對不對 那台積電美國我們也不設場 你不去戶國神山 我不去啦 你就不讓我參加 我去幹什麼 不出貨了 你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談到這個點 你看 華航的貨機 大陸不讓我們飛 大陸不讓我們飛 結果我們現在是妥協的 我們現在是跟大陸 你不讓我們飛 那我們以後新的貨機 這個新的貨機已經來了 三月已經來了 我們的貨機上面就沒有這個了 卡狗那個台灣拿掉 就是回到以前的 回到以前的版本 這個是舊的版本是這樣子的 就是正常的C啦 沒有在那邊耍寶 弄個什麼台灣裡面的 他把他回答 所以這個東西 你看民航 民航你要做什麼 就說你大陸不讓我飛 我大三通小三通我全停 你不要讓我飛 那你的也不要來 所有大陸的民航機貨機什麼通通 不要來 大家來個魚死網破 我最近流行的成語 魚死網破 你不讓我參加印太基地交給我 不要參加 所以丹國你剛剛講說 小滿講說我們跟印度比 是我們沒有印度那麼 比例原則啦 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我們一點駕駛都沒有嗎 而且美國的印太戰略就是要抗中 抗中怎麼可以沒有我們啊 對嘛 他的印太戰略就是 剛剛黃老師講的 他就是要去針對RCEP嘛 你們東協都去參加RCEP 那我美國本來跟你們講的CPTPP 我面子掛不住 他已經退出了嘛 所以CPTPP我也不參加了 我弄個新的所謂的 印太經濟架構 而且五月下個月就要推動了 竟然沒有台灣 怎麼可以沒有台灣 你不是跟我們說堅落磐石 不是跟他說抗中最新線 是我在懷疑美國嗎 還是美國讓我們懷疑 但是我的結論 我是想說 因為現在整個國際新聞 是不是美國這時候 他不要去忍老共 他需要大陸 台灣你先不要參加好了 你先旁邊站一下 那我們就被晾在一旁了 那我想請問蔡總統 我們中華民國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利益在哪裡 當你死心塌地跟著美國走的時候 美國怎麼對我們 你不要參加 你不配 你旁邊站 你看 他是怕東協那十國 如果台灣參加壞 那我也參加 搞不好大陸不高興 東協已經連續兩年 是大陸的最大貿易夥伴了 他是十國家起來 他是最大的 那我幹嘛為了台灣 去得罪大陸 那我不要參加好了 那台灣你旁邊 你不要來亂 我們的角色變成這樣子 觀眾朋友多可悲啊 那我最後一句是 剛剛兵哥講到重點 就是蔡總統 202012月20號以來 他已經沒有接受過記者賭麥了 202012月20以來 哇已經整整一年 這邊又跑過總統府的單身廣 你以前跑總統府有可能 馬總統隔了一年多 都不到你們訪問嗎 那可憐 你跟黃偉漢會放過他嗎 一個月都不行啊 一個禮拜都不可能 有事情就夠出來 是啊 自己講清楚 沒事情都比你出來 你看 蔡總統被保護得非常好 他是一個空心菜 他需要讀稿機 他沒有讀稿機的時候 他就不出來了 他還是那個2018做的 雲爆裝甲哲序 看載的那個詹英文 他不配有這麼高的民調 他是被保護好的 真的 來 我們小滿簡短 最後再請這個老師來補充 來 我們剛剛講到拜登在 要當網紅去玩那個Toto 其實這就是美國在這一次 實際上有幫助到烏克蘭的地方 就是操控媒體 操控網軍去聲援俄武戰爭 那對於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他也要叫 叫夏哲倫斯基 哲倫斯基對他說 我們在俄東即將要有一場大戰 可能是坦克戰或什麼 可是依照目前 你操控媒體的方式 你怎麼會說 我們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打仗呢 你死自己人民 在土地上打仗 這是不對的 你應該說 我們要在俄羅斯邊境 極佳發動一場大的戰爭 因為現在世界 因為現在新聞 我們都認為 烏克蘭是世界上第二強的國家 對啊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樣講才對 你要打到莫斯科去 沒有 所以我們在 至少在俄羅斯邊境嘛 中國都都皮皮疙瘩 你說 第二大的國家 我怎麼都不知道 來 我們看到 小滿講到這個抖音 我們趕快 抖音我們看一下 我想請這個黃老師來評論一下 來了 現在的普丁 犯罪移民通膨經濟 惡物問題被擦滿身 甚至國內還有人說 要不要跟這個美國走狗一樣 這不是我講 這美國人講的 英國人講的 去烏克蘭走一走 來看美國的民調 大家在乎的汽油價格 優先施政的議題是經濟 是通膨 是犯罪 是 惡物戰爭擺在最後面 還有移民啊 像拜登自顧不暇啦 內外交迫那怎麼辦 來 玩抖音啊 4月7號開設抖音帳號 叫共同重建美好未來 據說還找了 一大堆的抖音網紅 要幹嘛 洗腦年輕人嗎 這一招難道不是跟我們 蔡總統學的嗎 但是蔡總統沒學好 蔡總統反而要學學拜登 你看人家找的網紅 你看你找的網紅 來 我們請老師 老師在嗎 老師對不起一分鐘請您幫我們 分析一下 一分鐘 好 就是說這個 我們講說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政治 All politics are local 所以其實真的 不管怎麼樣 是外在的戰爭 或者是經濟的問題 其實最後還是要歸結到自己本身 所以剛剛講到的經濟失業 或者甚至教育犯罪 太多太多了 那至於玩抖音呢 大家就看到了 其實還是必須要崇眾 還是要媚俗 不然的話 真的 全票就不會到這邊來 所以不管是在美國 或台灣 其實都是一樣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政治 慢慢世俗化 擁俗化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 謝謝老師 但是也感謝我們線上觀眾朋友 剛看好幾位朋友加入 那邊林楚衣 壞抖音是不是被罵嗎 蛤 林楚衣 對啊 現在拜這個玩抖音 誰 楚音姐不准罵了 去罵拜登 好 感謝大家明天一樣 九點鐘 在正常發揮的頻道 一定要讓單身廣變得更加強大 晚安 拜拜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 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 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